转型失败 销量大跌 作为中国最大的汽车集团 上海汽车彻底雪崩了 销量暴跌82% 20年时间爬上了巅峰 如今彻底溃败 上汽集团自己埋的雷也终于爆了 陷入了惨烈的销量泥潭 在中国汽车市场竞争加剧 以及消费者需求变化的背景下 上汽通用汽车公司近日发布的销售数据引发了广泛关注 2024年7月 上汽通用的销量仅为1.5万辆 同比暴跌82.42% 这一数字不仅让业内人士感到震惊 也引发了对其未来发展的深刻反思 销量暴降7万多辆 同比暴跌超过82% 这样的数据简直可以用雪崩来形容 上汽通用如此 奇姆公司上汽集团情况同样也不容乐观 销量暴跌是结果 但最让上汽集团坐不住的是上汽如今面临的两大困境 对于上汽集团面临的困境 有网友诙谐地配上了两个字 活该 首先是合资品牌全线下跌 拖累了上海汽车的整体业绩 由于上汽的基本盘是合资品牌的传统燃油车 但是上汽集团旗下的两大合资品牌全线下跌 直接拖累了上汽的整体业绩 根据上汽通用汽车官方数据 2024年7月的销量大幅下滑 与去年同期的8.5万辆相比 降幅达到了82.42% 这一结果明显低于市场预期 使得作为合资品牌的上汽通用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而另一个合资品牌上汽大众 同样也好不到哪去 其销量同比下跌18.18% 据最新消息称 在刚刚过去的7月份 中国市场新能源汽车的渗透率已经超过了50% 换言之 燃油车和电车的分水岭已经出现 二者地位首次出现逆转 新能源车首次击败传统燃油车 成为了主流 这也是导致上汽两大合资品牌双双暴跌的根本原因 此次领跌的上汽通用 虽然官方用高温价来解释其销量的下滑 但这根本不足以抵消投资者以及消费者的疑虑 其实 早在6月份的时候 上汽通用的产销就已经出现严重下滑趋势的苗头 在舆论上 通用汽车在华裁员与业务的结构性改革传闻 将上汽通用推向争议焦点 而在业内 上任几15个月的庄金雄 成为继王小秋之后任期最短的上汽通用总经理 新任上汽通用总经理卢晓 则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形势 如何在当前的市场环境生存下去 怎样保证员工就业和上下游产业链 尤其是维持企业和员工的信心 事实上 当我们谈及上汽通用时 经常会听到这样一句话 20年时间爬上的巅峰 几年就大溃败了 从1997年到2017年 20年的市场耕耘 上汽通用 以让人折舌的速度 创下了年销200万辆的巅峰 到了2023年 上汽通用的销量 在6年连降后跌至100万辆 雪佛兰 别克 凯迪拉克三大品牌同步下滑 从200万辆的巅峰时刻 跌到不足100万辆 上汽通用仅仅花了不到7年的时间 而本次销量暴跌的背后 反映出的是上汽通用在市场竞争中的疲态 行业观察人士认为 面对日益激烈的竞争 上汽通用需要重新审视自身的产品策略 和市场定位 以应对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 除了外部市场压力之外 上汽通用在产品更新方面的滞后 也是销量下滑的重要原因之一 近年来 市场上推出了诸多电动车及新能源车型 而上汽通用却未能迅速跟进 导致其产品线竞争力下降 例如 上汽通用的主打车型 在智能化和电动化方面的表现 未能满足消费者的期待 消费者转而选择了其他 更具吸引力的新车型 面对连年报降的合资车业务 上汽集团是看在眼里及在心里 据悉 上汽集团已连续两个月 丢掉了国内销量第一的宝座 取而代之的是比亚迪 早在2020年的时候 比亚迪的市值就首次超越了上汽集团 成为中国车企的市值一哥 目前比亚迪的市值在6650亿元左右 上汽集团则仅有1580亿元 如果今年上汽丢掉连续18年销量冠军 或许有人会宽慰至少还是前几名 但销量下滑的恶性循环 目前还看不到尽头 除了合资品牌全线下跌之外 上汽集团还面临另一大困境 那就是旗下的自主品牌 一败涂地 南扛大旗 从销售数据来看 上汽50以及上汽大通都出现大幅下降 虽然至极和正大同比上涨 但50下降的幅度和绝对数 远远高于至极的增长 由此导致了上汽自主品牌 也是整体下滑的态势 虽然上汽看到了国家的新能源战略 上汽集团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动作 也十分积极 比如其固态电池的量产倒计时 已进入最后500天 如今更是准备推出半固态电池车型 这些都显示出 其对新能源转型的大力推进 然而实际效果却显得微乎其微 正如网上常言动作虽忙 却似原地踏步 上汽集团的转型决心毋庸置疑 因为其早已意识到 合资板块不足以依赖 所以必须加强自主品牌的发展 但问题是上汽集团意识到 这一点有些为时较晚 作为国内最大的汽车集团 没有有效整合资源 也未能展开有效的市场营销 目前上汽集团拥有多个自主品牌 包括大通 明爵 荣威 非凡斜杠至极等 除了大通主要涉足商用车外 其他几个子品牌线的界线模糊不清 明爵和荣威虽主打燃油车 但也推出了新能源车型 而非凡和至极作为新能源品牌 其定位差异不明显 例如非凡旗下的几款车型 即便是专业汽车媒体 在不查资料的情况下 也难以明确这些车型的具体差异 品牌和车型的重叠导致了资源的内耗 尽管其他汽车品牌也采用类似的策略 但其车型销售情况良好 可以通过推出新车型抢占市场份额 而上汽目前的困境是 新车型推出后 消费者往往难以分辨 从而形成了恶性循环 目前上汽新能源车赛道的代表作 有武林新能源和智己 其中武林向下打 智己向上打 下层的武林面临比亚迪的剧烈竞争 而上层的智己又打不开局面 几十年的造车功底 递不过雷军的小米销量 自主新能源打不开局面 导致上汽增长乏力的困境 作为多年蝉联桂冠的上汽集团 今年此番近况 有声音直言 其真的是活该 不少网友也怒其不争 细数其过错 第一 由于手握上汽大众 与上汽通用这两大王牌 在燃油车当道的时代 赚得盆满钵满 但因此也让上汽 躺在合资的温柔箱里 不思进取 外资吃肉 自己暗语喝汤 第二 通过合资 虽然销量一路攀升 但是市场换出去了 技术却没学成 到头来还敌不过那些 后起的造车新势力品牌 众所周知 及他人的命难 及自己的命更难 上汽作为传统车 赛道的受益者 其新能源发展不及预期 有一定的客观原因 换个角度而言 如果比亚迪的燃油车 做得很好 它会全部压保 新能源赛道吗 值得说明的是 上汽拥有扎实的根基 应该还有机会 而汽车产业是个马拉松比赛 一时的落后和领先 只代表当下 不代表未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